18号台风洛克消息 系统97大不留 菲律宾名路EF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 很有可能发展成热带气旋 预测6小时平均时速16公里 向北北溪移动 9月28日20时 中心位置在北纬22.6度 东京131.7度 离日本路尔岛东南850公里 中心气压10200帕 风力5级 属于热带扰动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5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3公尺 70%几率半径55公里 未来趋势 路易时预测6到12小时平均 时速22公里向北北溪移动 预测9月29日020 中心位置在北纬23.7度 东京131.2度 离日本路尔岛东南820公里 中心气压10200帕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5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3公尺 70%几率半径110公里 该系统的东北部边缘存在有环流 所形成的条带对流包 海面温度非常温暖30到31度 风气变低 向极地流出强烈 加速热带气旋形成的可能性很大 预测模型一致认为97达不流 将在未来24小时内继续加强 地面风速约为50到60公里每小时 生成18号台风洛克 记得关注再走哦